地瓜是高血脂的发物 这三物请尽量撤下餐桌 在寒冬腊月 地瓜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食物 下班路上 烤地瓜的香气四溢 较卖生此起彼落 每当这香气扑鼻而来 很多人总是情不自禁地驻足 想品尝那诱人的美味 除了烤着吃 红薯在早餐中也是常客 它可煮粥 可煮饭 也可争着吃 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如今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日益提高 红薯的许多益处 也逐渐被大众所熟知 当然 关于地瓜的争议也不可避免 一 地瓜有哪些营养价值 地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人体有许多好处 首先 地瓜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 C 这些维生素对眼睛和皮肤健康非常重要 其次 地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消化和预防便秘 此外 地瓜还含有丰富的钾 铁 钙等矿物质 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除了这些基本的营养价值外 红薯还有许多其他的益处 研究表明 红薯中的膳食纤维和贝特胡萝卜素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 同时 地瓜中的黏液蛋白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有助于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 此外 红薯中的类胡萝卜素和绿原酸等成分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延缓衰老 保持年轻 总的来说 地瓜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食物 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多吃 但是 我们也应该注意搭配其他食物 确保营养的均衡 二地瓜 是高血脂的发物 首先 要先明确一点 地瓜本身并非高血脂的发物 事实上 地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 适当的食用地瓜 对于促进消化 增强免疫力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然而 如果摄取过多 可能会导致热量摄取超标 从而影响血脂水平 特别是对于已经患有高血脂的人来说 过多的糖分摄取可能会加重病情 因此 在食用红薯时 需要注意适量 不能因为其美味而过度食用 此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地瓜的烹调方式 一般来说 蒸煮烤是叫健康的烹调方式 而油炸 煎等方式则容易增加食物的油脂含量 不利于健康 特别是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 更应该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以控制脂肪和热量的摄取 在饮食上 遵循低脂 低热量的原则 合理搭配膳食 以维持健康的血脂水平 三 医生 这三物 请尽量撤下餐桌 高脂肪食品 高脂肪食品包括炸鸡 薯条 蛋糕等 这些食物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和反噬脂肪 长期摄入会显著增加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和甘油三脂水平 进而导致血脂升高 因此 为了稳定血脂 我们应该尽量少吃或不吃高脂肪食品 高糖食品 高糖食品如糖果 巧克力 碳酸饮料等含有大量的添加糖 长期摄取会导致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升高 进而刺激肝脏合成更多的三酸甘油脂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此外 高糖类食品还会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 进一步加剧血脂异常的风险 因此 为了维护血脂稳定 我们应该限制高糖食品的摄取 高盐食品 高盐食品如腌制食品 咸鱼 腊肉等含有大量的纳盐 长期摄取会导致血压升高和水分滞留 进而增加血液粘稠度 加重心血管负担 此外 钠盐也会促进肾脏合成更多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 进一步加剧血脂异常的风险 因此 为了维护血脂稳定 我们应该限制高盐食品的摄取 四 想要稳定血脂 这五种食物可多吃 在维持血脂稳定方面 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多吃一下五种食物是明智的选择 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品 如燕麦 苹果和豆类 这些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并保持血脂稳定 它们在消化过程中形成凝胶状物质 减缓脂肪和糖分的吸收 进一步促进血脂平衡 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如深海鱼 坚果和烙梨 这些食物有助于降低三酸甘油脂水平 同时增加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Omega-3脂肪酸还具有抗发炎特性 有助于减少动脉周状硬化的风险 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如柑橘类水果 草莓和蔬菜 维生素C是一种抗氧化剂 有助于保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 减少动脉周状硬化的风险 富含植物固醇的食物 如豆类 坚果和全穀物 植物固醇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进而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如全麦面包 糙米和蔬菜 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维持血脂稳定 它透过与胆质酸结合 促进胆固醇的排泄 降低其在体内的水平 五 养成这三种习惯 或能更好控制血脂 坚持适量运动 运动是降低血脂的有效方法之一 透过运动 可以增加身体代谢 加速脂肪燃烧 降低血脂水平 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如快走 游泳 慢跑等 此外 肌力训练也有助于提高身体的代谢水平 进一步降低血脂 合理饮食 饮食对血脂的影响不容忽视 高脂肪 高热量 高糖和高盐的食物会导致血脂升高 因此 建议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 增加蔬菜 水果 全骨类和蛋白质的摄取 同时 注意控制仓后血糖的稳定 避免血糖波动对血脂的影响 保持良好心态 长期处于紧张 焦虑和忧郁状态会导致身体分泌压力激素 增加血脂水平 因此 养成乐观 正向的心态 学习调节情绪有利于控制血脂 同时 良好的睡眠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